第一個的話 跑這個結果的話 就是向右 向右 然後清除 向右 清除 那這個程式的話怎麼跑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聚集裡面 第一個要再找到那個 Visual Basic 編輯器 編輯器的部分 編輯器的部分 然後呢 請你們要先把這個剛剛的公式 最好是看你們把它寫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話就是利用第一個公式 照的部分 然後衍生其他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裡面會有一些變數 必須被改變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 上面的部分是向右 向右的話原則上是這一個 那怎麼樣利用它來做出 像這樣的一個聚集 向右 做出來就自動跑出來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剛剛講到就在聚集 這個 Visual Basic 編輯器裡面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呢 請你們在開起來之後呢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在這邊輸入什麼呢 在這邊輸入什麼呢 SUB 然後呢 SUB的地方 直接這個地方我把它切換到 會完成這裡 這個先關閉好了 我以這個當成基礎 在這邊聚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這個先關掉 再一次 這邊 然後呢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在裡面呢 特別注意呢 我們的專案在這裡 這個專案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要新增我的聚集的話呢 跟前面的方法類似說 請你在這個專案上面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呢 插入模組 記得先插入模組 那如果說 假如你底下已經有一個什麼 Module 1的話呢 就不用插入模組 直接在Module 1上面 就可以做了 如果沒有的話呢 請你先按右鍵 插入模組 插入模組之後的話呢 在這邊 輸入有一個叫 SUB 先輸入SUB SUB 空一格 那大小寫沒有關一下 大小寫這個地方沒有區別 然後輸入一個 百家信 我先用向右好了 向右 然後刮弧結束 刮弧完畢之後的話 請你按個ENTER ENTER之後呢 那這個時候呢 就已經產生第一 我們的聚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在哪邊產生 那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這個先縮小一下 我們第一個 要在這邊輸入什麼 照 有沒有 第一個要在這邊 輸入照 那前面也講過說 我要輸入的位置 要給他什麼呢 給他一個坐標 他的坐標是什麼呢 他的坐標是 列是第幾列呢 4對不對 那第幾欄呢 第2欄對不對 那所以呢 要在這邊輸入的話呢 那公式的部分呢 就是直接在這裡 直接輸入Sale C-E-L-L Sales Sales就是儲存格的意思 刮虎 4-0.2 4-0.2 就是那個位置 我要填什麼 填一個Formular 所以後面的話呢 給他公式 Formular 等於什麼呢 後面就給他一個公式 那公式的部分呢 就給他先雙引號 裡面的話呢 我就直接給他剛剛 我剛剛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這個公式 把他複製起來 然後直接把他怎麼樣呢 先貼到這個裡面 貼到這裡面 那記得這個地方是 開頭一定是等號 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執行看看 這地方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它按一個執行 那這地方我先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這個先縮小 直接呢 按一個執行 那執行的話 這上面有一個執行對不對 點下去 如果說上面會出現照的話呢 表示你第一步已經成功了 照有沒有 出現了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呢 可以看到照這個字呢 你就已經踏出聚集的第一步 那一步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向 向什麼呢 向右 讓他可以跑20個出來 所以要怎麼樣跑20個 上個章節有講過 用一個for回圈對不對 這個forI等於1到20 然後他跑20次 再再再20次 他就20個信全部出來 跑20個出來之後的話呢 再跑向縱向的8個 那再把這兩個喔 整合在一起 整個就出來了 好這個上一個章節有講過啦 不過我看那個 每次講到回圈的時候呢 這時候大家的那個 腦筋喔就開始跟著轉啊轉啊轉啊 越轉越 感覺好像越耗弱喔 然後上完一個課之後呢 每個人都已經精疲益盡了喔 感覺好像很想睡覺 非常疲憊喔 這個也是寫程式最累的地方喔 所以以前我們寫程式啊 寫一整天回去喔 沒有動到耶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可是你回去以後 你會發現喔 好累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累很累 然後呢放假喔 六日放假呢 都不會想要去哪裡 只有想一件事 就是想睡覺 就很好睡就對了喔 那我是覺得那個腦筋動得很多啦 比動比身體動得還多 可是就是很累的喔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有好處 就是說 那你腦筋喔 絕對喔 不會得那個叫老人癡呆 因為絕對不會生鏽啦 因為你一直在動啊 腦筋會非常好 就像我的指導教授七十幾歲喔 你感覺不出他的那個 他的是有七十幾歲 因為他腦筋都在動嘛 所以不會有那種老化的現象 所以可能他到九十歲 我想說我如果能夠活那麼久的話 我應該也不至於會老化那麼快喔 到九十歲我可能還在學習 我還可以講話很清楚 那這也有一個問題啊 像全世界那個人口老化 他第一名的就是台灣 所以很快台灣變成老人國了 你現在再也看不到年輕人了 走在路上全部都是老人的 這也是很 這個很 這個很奇怪的現象 那這裡的話第一個 我想你們先試著 把這個地方先做出來 第一步的話呢 請你們在工具裡面 找到Visual Based編輯器 那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請你在你的專案上方呢 按一個什麼右鍵 新增一個模組 插入模組 在這裡呢 Sub 然後擺加性向右 輸入這一段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希望你來看 好 我們剛剛有進來看看